连日来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有力举措和积极成效受到了国际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 他们表示中国的防控举措及时有力高效 在如何应对大规模公共卫生危机方面中国的经验值得借鉴 世卫组织专家访问中国后发布了报告 里面分享了很好的疫情防控经验和建议 中国的防控经验非常重要 我们很高兴这些经验与全世界分享 世卫组织也支持其他国家应用这些经验 中国的制度优势和政府的领导力 使中国能够如此强有力应对疫情的关键 我认为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 中国为防控疫情做出的努力应该得到高度赞扬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对中国的挑战 也是对世界的挑战 非常感谢中国帮助我们提高应对疫情的能力 国际社会各级人士认为 中国迅速采取措施防止疫情蔓延 并同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机构和组织 分享研究成果 为全球防控疫情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政府向全球共享信息 与各国共同抗议 这是对全人类负责的做法 我们准备出本书 邀请中国大学教授介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知识经验 我们会把书翻译成英文和印第语 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证明了中国有能力应对像这样的危机 中国政府做出的这些努力值得称赞 目前中国每天的新增病例数越来越少 这说明疫情在中国已经得到有效控制